音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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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了解刚刚提到说 怎么算这个Internal Force 我们回来联赞,主要针对Beam 针对量 来计算它的internal force 量通常是一个直线的水平的 上面长寿的force 基本上是垂直量的轴线的force 基本上当然不排除有角度的 如果说量上面长寿这种垂直loading来讲 它的reaction force很显然 这个水平reaction就没有了 如果没有水平reaction force 你看随便tick的free body来讲 它任何一个断面上面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 internal 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actual force在量来讲并不重要 所以一般探讨量的时候 很少去理会它的actual force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分析 它的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那我们这张后面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给你一个量 给你一个loading做上去 要你画出整个量 每一个点的shear force多少 bending moment多少 这个就是这个量的 shear force diagram 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这个东西 未来在材料力学上面 天天都会碰到 你要算量deflection等等 一碰到了 过去我教材料力学的时候 我说这段我不讲了 这段你们进力学讲过 他们跟我说老师没讲过 我说有吧 他说好像有讲不清楚 那只好材料力再上 那我今天在这边讲清楚了 材料力学老师就可以不讲了吧 没有 没听到 还好材料力学不是我教 我不管 下水我还是教动力学 为什么我教动力学呢 我还希望说动力学 再来录制这个东西 把它这个记录留在西上 材料力学我录过了 好 那 所以 所以对量来讲 我们比较重视就是 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这两项 好我们首先看看量 量 这种 如果一个直线量 放在一个hinge 一个lossable上面 外界有三个reaction force 这个叫静定量 这个上面已经讲过 如果说多一个出来呢 这个叫超静定 sthetical indeterminate structure 那这种也是一样 fix end加上一个roader support 这个是超静定量 可是如果说 这种fix end support 跟roader中间 加上一个hinge 给它呢 这个要变成静定量 为什么 我有讲过对不对 因为 这个一个member 你只能取一个free body 所以说 四个annone是多了一个出来 这里如果hinge support 你可以分两段取 这边取一个 这边取一个 有两个free body 这个hinge support 只有两个annone的internal force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 两个free body 有六个annone可以解 所以 如果你这样来讲 我也可以这样切啊 这样切 不行啊 我刚刚看过说 你这样切开一个 任何一个section来讲 它都会create 三个annone internal force出来 所以多切一个free body 就多三个annone 永远都少一个 你原来少一个 永远少一个 这个不一样 这个多了一个hinge support 来讲呢 你只要这样切它的话 就是这个 切一个free body 只多两个弄出来 所以它就可以变成 回归到静定量 这边也是一样 原来是三个 中间加上hinge connection 它又变成一个静定量 静定量 好 那对于这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我们怎么算 好 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量 有一个reaction force ra 在这个地方 有internal external force p 随便 w p1 w1 等等 很多forces上面 有一个rb 好 如果我们这样切开一个 就在这边来好了 这样切开一个free body 要算 这一个section 它的internal force多少 我就这样切它 这样切开一个free body 再给它 就把它画出来 有ra 有p1 作用在这里 有w1 作用在这个地方 这个距离是用x来表示 通常 将来要画这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就从这个量的左边 做圆点 x算起 在x是什么位置 它的shear force多少 bending moment多少 把它画出来 所以这里面呢 就会有一个shear force v 有一个bending moment m 那你根据平衡方程式 submission f y为0 算出v出来 submission m 这个点为0 算出这个moment出来 这个多么难 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 算出任何一个section 这边有一个shear force v往下 另外切开另外一边呢 这边当然就是往上 这两对呢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坐往在同一个面上面 所以才叫internal force 那这边如果这个moment 是逆时针 这个方向呢 就是瞬时针方向 moment moment shear 它也有可能 是这样子 往上 这边 往下 moment 是往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反正正反方向都可能 那我们现在呢定义一下 什么样的shear force 什么样的bend moment 是为正 跟什么为负 这个是一个definition definition 好 如果这个shear force 使到左边这个量 跟右边这个量 使到左边这个量 这个往上 这个往下 这个力量的话 这个断面的shear force 就是正的 这个bending moment 这个bending moment 使到这个 往下弯 这个bending moment 就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bending moment 反过来 往上弯 这个是负的bending moment 这个是 好 这种方式的shear force 是正的 这个方式是负的 这个往下弯 是正的 往上弯 是负的 这样东西呢 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解释 比较容易 容易记得 量通常都在上面受力 受力以后呢 量通常都是这样弯曲 所以这种呢 通常都是正的moment 反过来往上弯是负的 那这个东西 怎么办 这个违正 这个违正呢 往往那同学学完以后呢 就忘掉了 忘掉了 那我想一个好的记忆方法就是 我们的交通规则是 右边往上走 对不对 左边往下走 这个是我们交通规则的方向 右上左下嘛 你记得这个就是违规的 负的 反过来是正的 反过来是正的 跟我们交通规则相反方向 那个就是负 就是正的 跟交通规则相同方向是负的 这样比较好记 你不会搞错 好 所以 以这样的规则来看 这个bending moment是正还负 正还负 正还负 moment是正还负 moment是正还负 往上弯嘛对不对 shear force正还负 这个正还负 这个方向正 如果正还负 好 你把这个东西再拆开来看看 如果说你这边有一个往上力量 这边这个断面是往下 这个断面呢 就是这边是往上 这边往下 这个是不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这样的情形呢 在断面的右边 如果往下的这个shear force 是正的 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反过来 如果在这个断面上面 这个shear force往上 bending moment这个方向 这个是负的 这个是负的 OK 好 看得出来吧 这个 这个方向是正的 这个方向是负的 OK 跟交通方向相同 这个负的 可是这个方向代表断面的shear force 到底往上还是往下呢 你切开它就可以了 切开它呢 这个往上的话 这个断面一点往下 跟它平衡 跟它平衡 好 那 你们问我为什么这个正这个负 没有道理 定义而已 一般书上都是这样定义 如果你想跟别人不一样 我不要 我要这个负这个正可不可以 理论上是可以 可是你看书的时候呢 你这样写出来呢 别人会把你搞混 这个基本上所有 我看过所有的教科书 都是这种为正 这种为负 这个为正 这个为负 没有理由 就是习惯大家这样用的是 习惯这样用 好 为什么这个东西 待会呢 会谈到今天会不会教导 不知道 画这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的时候呢 有了这个符号定义呢 画得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好 这个是我们的定义 好 再过来我们看 怎么样算这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这个是7.5节 给你一个量 有一个force做用上来 p 角度做到中间好了 那你这边呢 两边的reaction 分别就是2分之p跟2分之p 如果 我能够画出来一个图 它的shear force就是这样子 它的bending moment是这样子 这个是shear force diagram 这个是shear force diagram 是bending moment diagram 这两个图 这两个图 就是这个两 在承受这个loading的情况底下 每一个点 每一个点的shear force 跟每一个点的bending moment 连起来 这个图就叫做shear force diagram 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要做的时候怎么办 我就先把reaction force求出来 求这个点的shear force多少 bending moment多少 求这个点的shear force多少 bending moment多少 每一个点每一个点 求出来 画成这个图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shear force图 跟bending moment图 弯具图跟紧密图 如果要这样画法的话 很麻烦 你要到底怎么切割来算 不需要 我们有一个方法呢 很容易可以算这个出来 以这个为例 以这个为例 如果说我这个量 是承受p在中间 两边够2分之p 那我这边呢 就 a点 b点 c点 我从a到 我取一个x等于a到c之间 这个为0 然后这边算起 好 这样取出来呢 我就 这边有一个 2分的p 这边呢 上面也没有loading 没有 在a到c之间 没有 所以x等于 0到2分的l的地方 所以 这个free body上面 是不是只有一个reaction force p 好 再过来 shear force的这个地方 v 画正 哪 正的shear force 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算在负 那就是负的 bending moment在这里 我都用正的方向来画 好 对这个free body来讲 只有一个reaction to orbitp 在这个切开section上面 有一个shear force v 有一个bending moment m 好 tick 平衡方向是submation fy为0 好 这个距离是x 好 为0 这可以算出什么东西呢 算出v就等于2分的p 乘上x 你要取这些moment为0 是不是 2分的p乘上x 2分的p乘上x 跟这个moment要平衡 所以算出这两个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a到c之间 如果上面没有loading 作用上来的话 这个shear force 会是一个constant bending moment 是一个跟x 长一个线性的关系 所以很大胆 我就画出来 2分p在这个地方 所以到纯粹点到这里 都是2分的p 这里呢就是一个2分的p 长成x的线性关系 moment ok 过了这个点 from 当x 等于c 到b 也就是说 等于2分的l 到l之间 好 那再画一个free body diagram 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一个2分的p 在中间呢 有个p 因为它已经超过了嘛 所以这个距离是x 这个距离是2分的l 在这个断面上面 会有一个shear force v 有一个bending moment m 作用 好 一样我就取这个submation f y为0 算出来那个shear force v 来多少 是等于 这个shear force 在这个面上 往下为正嘛 这个时候呢 往下是p 往上2分的p 所以这个必须往上 才平衡 所以等于-2分的p 对不对 那submation m为0 就是2分的p 乘上x 减去p乘上x-2分的l 等于我们这个momentm 所以m算出来的结果 是等于1分的p乘上l-x的一个方程式 所以在c到b阶段 它的shear force是-2分的p 它的bending moment是2分的p乘上l-x 所以在这边呢 画起来就是这条线 跟这条线 这条线 它这个还是一个x的线性关系嘛 只不过呢 它的slope是负的 负的变这样子 那当然在这边很清楚看到 经过这个loading concentrated loadingp的地方呢 它的shear force有一个sudden drop 这个距离 这是我们的p 所以在这个c点的左边 这个断面 它的shear force是正的 在右边 这个断面 它的shear force是负的 这有一个突然间降下来的一个 它的shear force在间点 会是一个discontinue的情形 所以如果给你这样子一个beam 有这样一个loading状态在中间 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方式呢 就可以把整个量 任何一个点的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算出来 然后把这个图画起来呢 你就可以construct这个量的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我再强调 这个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不是这个量的简历图跟万具图 是这个量在承受这个loading情况底下的简历图跟万具图 它承受不同loading 会有不同的简历图跟不同的万具图 简历图跟万具图 是一个量在承受一个特定loading 所画出来的结果 它的definition就是 在这样的loading情况底下 每一个点的shear force多少 每一个点的moment多少 连起来这个线 就是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agram 的定义这样子 首先对这个部分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补充说明的 这个是基本定义 很简单 对不对 loading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 这个是最简单loading 所以很简单 好 下一个给你们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点的 对 我取这个moment 取这个demoment为0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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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2分之P 它的2分之P 对的moment是这个方向 你这里必须有个反方的moment 跟它平衡 对不对 对 OK 好 好 那我们看下面一个例子 这个图 来看一看 例子 7.2 好 一个量 2.5 3.2 两个support B点在这里 C点 D点在这里 这个是B点 这个D点 两个loading 一个作用在A点的地方 是20kN 一个作用在C点的地方 loading是40kN 好 这样的量 这个是静定量 对不对 静定量 没问题 静定量 好 reaction我就不算了 算出reaction出来呢 直接告诉你们这个结果是46 这个是14 这个会算吧 这个不要我算了 这个你们应该会算 46 14 算出两个reaction出来 好 有了这个以后 我就开始画这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第一个 我先取这个 这个第一点 1在这里 2在这里 所谓1 就是A点 刚刚过A点一点点的地方 就是x从这边算起 x从这边算起 x从这边算起 A点 对 对不起 D点 x拿到x 等于0正 这是比0多一点点的地方 0正 好 算算看这个点的shear force多少 bending moment多少 我的取这样子一个 shear 很小很小的一个东西出来 这边有一个 这个是20 好 这边会有一个shear force x v 有一个bending moment m 我画的都是画正方向 算才负就是负的 算才负的 如果说负的就跟你方向相反 就是负的 这个shear force往下 moment 往下弯 就是正的 好 在这个地方 算出来shear force等于多少 shear force等于-20 moment等于多少 0 反正这个距离呢 这个距离呢 这个距离是 这个是接近0 接近0 接近0 OK 好 所以第一点 等于说A点 A点地方 shear force-10 bending moment是0 OK 那从这里到A点到B点之间 中间没有loading 所以情形呢 就跟这个类似 跟这个类似 对不对 所以shear force呢 shear force是constant bending moment是现行关系 OK 好 所以我这边呢 再算第二点就好了 算第二点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算到这边来 第二点呢 x是等于2.5- 比2.5小一点点的地方 小一点点的地方 好 那这里呢 有一个 20的extended loading 这里有一个 shear force 有一个bending moment M 好 当然在这边呢 算出来shear force呢 还是-20 bending moment呢 多少 20乘上多少 2.5 所以是-50 -50 单位是Nm 你这个 如果这个loading中 在这里呢 moment是反方向过来的 是顺时针过来的 所以这个是20 这个是-50 OK 同样道理 算第三点 在这里 第四点的这里 第四点的这里 对不对 对 第五点的这里 第六点的这里 一个一个算 一个一个算 好 那我就其他都类似了 算第三点的地方 是-26 因为它第三点是- 我写这个距离好了- x是等于2.5 plus 第四点 x等于2.5加3 5.5 5.5的 minus 第五点 x等于5.5的 plus 第六点 x等于 多少 7.5的minus OK 算出这个对应这个结果出来 v等于 v3 这个是v1 v2 v3 等于 正的26 好 为什么正? 看看 过了这个b点以后呢 这里有一个往上的46 对不对 所以第二点跟第三点中间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跟第三点中间是不一样的 第二点跟第三点的sure force是 什么 是一个要算46 一个没算46 所以没算46 这个东西是-20 算了46 就能变正26 moment 你看我画这个moment出来 这个第三好了 第三图画在这里 20在这里 46在这里 这个shear force在这里 v bending moment在这里 m 你会要算这个section 左边跟右边46 考虑或不考虑 如果这个距离接近0的话 你46考虑进来不考虑进来 对v有没有影响? 有 对m有没有影响? 这个46长上距离多少? 是0 所以没有影响 还是-50 好 同样道理 第四、第五、第六 第四是v4 m4 等于26 m4 这个3 等于28 v5 等于-14 m5 等于28 没变 这个v6 等于-14 m6 等于0 一个一个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 好 我就开始可以画这个图出来了 我这边画好了 把它拉下来 从这个方向拉下来 一个、两个 有loading地方就画下来 先画这个shear force diagram v diagram 第1 这个点 shear force多少? -20 在这里 -20 负着往下 中间这段 水平的 对不对 到 第三点呢 变正26 跑到这边来了 正26 26 中间这段水平的 但是第4也是26 第5呢 就变成-14了 -14 变在这里 第5点 是-14 第6点 -14 好 所以 这几个连起来 就是我们这个beam 在承受20kN跟40kN 它的shear force diagram 就把123 123 14 56 这几个shear force 点上去 中间没有loading 这个shear force 没改变的 就可以做出来了 第二个 它的bending moment diagram 1点 0 第二点 -50 中间是线性关系 刚提到说 中间没有loading的话 bending moment是 跟距离成线性关系 所以这个是-50 第三点 第三点多少 也是50 第4点是28 在这里 28 中间没有loading 所以它是两个的 也是线性关系 最后这个回到0 这个就是我们的bending moment diagram 就是这个 好 所以这个量 给你这个loading condition reaction算出来 再把这几个关键点找出来 就可以把我们的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就可以画出来了 难不难 并不难吧 很容易 可是很啰嗦 这个两个concentral度还简单 下个题目 有一些 第四度分布力 这个比较复杂了 比较复杂 先看这个题目 有没有问题 从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的definition 从怎么计算这个东西 看看这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 moment方向 你使到一个beam 往下弯 这种moment做得重的 使到它往上弯 这个moment 这是这样方向才是往上弯 这个是负的 这样反过来是负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 当这个section上面 你要使它往上弯 在右边断面上面 这个方向是正的moment 如果这个方向是负的moment 这个moment是不是使得b往下弯 这个方向 OK 往下弯是正的 往上翘是负的moment的话 对 往上往下 对 往上往下 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看这个段面 再看这个段面的话 它这个 在这个段面上面是 历史这moment是正的 如果你要看这个段面呢 顺值这moment是正的 看它哪 反正一个beam呢 你要使到这个beam往下弯的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你有一个moment这样 它这个beam是不是变这样的形状 这种是正的moment 往上翘是负的 OK 好 还没问题 算这个东西啰嗦一点 可是算起来并不困难 并不困难 好 我看看下一个例题 你说这两个点 不连续 share不连续 share就告诉你说 第二点跟第三点 就是说在这个beam的左半边平面是负二十 再来 要不然平面是正二十六 画十六 画十六 就是它只是刚好通过这个点 就是有一个discontinue 中间那条线 要不然我就是那个堆子那条线 对啊 要不然它就会 连起来 连起来就好了 等于说在这个点中间 是有一个discontinue出现 反正画是这样画 这样就是一个share false diver 事实上来讲 真正来讲 有没有真正一个点的loading 没有的 它最少还是一个小小断面 所以不会是一个完整垂直的线 无限小 无限小 你把它想成无限小就对了 好 多看一个立体再看看你们的问题 好 下面看 这个立体比较复杂了 7.3 这个是这边hinch 这边roller 反正都无所谓 反正基本上是没有水平力的 这个总长度是0.8米 这个是0.3 这个是0.15 这个是0.15 再过来0.1 再过来这边是0.25 好 这个梁呢 中间加一块出来 加了一个第一阶块出来 它在A C A B 梁上面 A C 段承受一个 uniform disblooding 7200N per meter 平均分布 另外再加上这块上面 在一点地方有一个1800N的force 往下 好 请你画出这个梁的 shear force跟Bennie-Mondeiger 画是画A C D B 这个梁 画这个梁 下面这块不管它 画这个梁的shear force跟Bennie-Mondeiger 首先看看 A D B 加上D这块 它这个是一个rigid beam 放到一个hinch 一个roller上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静定量 这个没问题 静定量 静定量 要画shear force跟Bennie-Mondeiger 不管3721 先把reaction算出来 reaction算出来的结果 这边是B是1642 1642 A是2318 这个应该都会算吧 把这个整个作用在AC段 把整个take free body 7200乘上0.3 这变成是一个2160N 作用在中心点这个地方 这个是等效的2160N 作用在这个位置上面 OK 算reaction的时候这样算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得说 把这个量重新再画一次出来 画一次出来 好 受到什么力量 受到这边有一个2318的reaction force 这边有一段是承受7200N per meter的一个disploading 在低点地方把这个force移过来 这变成是不是有一个1800N的force 再加什么 再加上一个低点 一个moment 这个moment多少 是1880N的force 作用在低点上面 1点是在下面 我们只看那个衡量 那再过来B点地方 这有一个是1642N的force 所以对整个量来讲 A B Sorry 不是B B在这里 C D A C D B 这个量上面 受到loading是这样一个情形 要画出来它的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对这个量 好 那我还是一个一个来看 那从A到C阶段呢 A到C呢 它承受uniform disloading 是constant loading 所以在这段随便取一个点 距离从这里开始是x 我在当x 从x等于0到0.3米的地方 这个是A到C阶段 看看它那个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怎么算 好 取出来 这个距离是x 这边有一个2318 这边有一个7200N per meter 这个断面上面有一个shear force V有一个bending moment M做到这边上面 要你求m跟v分别等于多少 距离x的地方 好 那切开了以后呢 我就把上面这个disloading 就把它equivalent to 一个single load做到这里 这个多少呢 是7200乘上x的距离 这是这个面积 这里到这里距离多少呢 这是2分x 白的这块换成蓝的来取代它 来计算这个v跟m的大小 好 那根据平衡方程式呢 我就算出 我先写好了 这个写清楚 submission fy为0 往上为正2318 减去7200个x等于 再减去v等于0 所以v就等于2318减去7200个x 所以它不是constant 它跟距离有关系 跟距离有关系 所以这个是v在这一阶段呢 它是跟一个什么 x等于一个线性关系 moment 当然就取这个submission m1 这个是definance section 1等于0 就-2318个x 减去7200x再乘上2分之x 加上m为0 我取这个moment 就是这个loading乘上x 这个loading乘上2分之x 这个loading是代表白的整块 再加上m为0 所以算成m呢 是等于2318x 减去3600x的平方 好就算出a到c之间 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跟距离之间的关系 一个是乘线性关系 一个是乘二次方关系 正的 正的 你哪一个 正正正正 这个正 sorry 正 对 我这个打错了 我照抄抄错 这个正的 好 那算出两个关系出来了 那 在a到c之间 这两个方程是找出来了 那再过来 当x等于x等于0.3到0.45之间 这是从c到d阶段 比较办理 从阶段来 我们画这个free body 我再画一下好了 变成这样子 2318在这里 超过0.3了嘛 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 变成有这样子一个 shear force v bending moment m 取这段 来看这个距离x 这里是0.3 好 那我都不多写了 算出来呢 这个shear force是 158 bending moment 等于324 减去 抱歉 我可能这段抄到上一版的了 367是吧 好 等等等等 放在书上看一看 这个书很讨厌 那该版的就是立体改而已 c到d 没错 324减去158x 好 324减去 1 好像没错 158x 加上 加上 加的 OK 好 再过来 from 这个x等于 0.45 到0.75 之间 这段是 d到1阶段 d到b阶段 v是等于 -1642 m是等于1314 m是等于1314 减去1642 好 照抄了 我都懒得算了 所以在这边呢 三段不同的v跟m都计算出来了 有些是constant 有些是跟x有关系 有些是一次关系 有些是二次关系 我们就把这三段的图 通通画出来看看 好 画呢 就是从这边往下拉 通常是这样画比较方便 首先先看shear force shear force 在这里 2318 如果x为0 就是2318 所以这个是2318 在这里 然后画到这边来呢 当这个 c点的地方呢 这个是多少 是158 当你x等于0.3 0.3的时候呢 减到0.3的时候呢 就是 做一个线性关系 这变成158 线性关系 这个是158 然后 c到d阶段 水平 constant 所以这个是水平的 然后 然后 再过来 这段呢 是1462 负的 在这里 负的1462 在这里 1462 负的 过来这段水平的 所以 这个shear force呢 这个是线性 这个是constant sundant drop constant 往上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shear force diagram 根据一个方程式 两个三个画出来的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画bending moment 这个是 这个是shear force diagram bending moment diagram 这点是0 你可以看到这个moment是0 moment 2318x 3600x平方 x为0 so 这个moment是0 所以这个从0点开始 然后这个呢 是二次曲线 所以是往上跳的 往上跳 到这边来的时候呢 这个多少 你就把 x等于0.3带进去 算出结果呢 是395 371 sorry 371 这个是二次曲线 这个不是线性 二次曲线 好 中间再过来阶段 是线性关系 320 324 324 应该 371 哦不不不 340 对没错没错 在过来阶段是 跟x的线性关系 所以阶段呢 是一个线性关系 阶段是线性的 线性 阶段是直线 阶段是二次曲线 你可以看这两个方程式 一个是二次的 一个是一次的 OK 再过来阶段 最后这个是零 当然这个是零 那这段如果从这边算出来呢 这个M是 把这个算进去 x等于0.45带进去呢 发现出来结果是 有一个575在这里 后面这段线性 这个地方 有一个sutton drop 所以这个是moment diagram 二次曲线 直线 sutton drop 直线 这几段 好 这里为什么有一个sutton drop 主要是这里呢 有一个moment 作用在低点上面 如果你取这个低点的左半边 这个 free body diagram 这个 180 没有含进来 取右半边的时候呢 低点 的1800含进来 同时180Nm 这个moment 也含进来你的free body里面 所以呢 左边跟右边moment 这一个突然间增加的地方 后面这段 没有loading 没有loading呢 sure force 现性moment 是直线的关系 所以对对为0 所以这段是比较复杂 你要把这几个方程算出来 一个一个画上去 就可以把这个sure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就可以把它计算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 像前面题目我们可以看到 只要你有一个concentrate force 作用的地方 它的sure force 会有一个突然间有一个落差 升或是降 在这个题目也可以看到 如果你有一个concentrate moment 集中作用在某一个点上面的话 这个moment diagram 在这个点上面呢 也会有一个突然间升或是降 看你moment方向在哪里 otherwise 其他呢都是一个连续的 碰到有concentrate force shear force 是不连续 碰到有concentrate moment 这个moment 是不连续 如果说没有constant loading shear force 是连续的 没有concentrate moment 没有concentrate moment moment 是连续的 就算像刚刚前面提到说 moment diagram 如果说这样loading来讲 p在这里 八分之p在这里 好 我们画出来 shear force diagram 是 二分之p 这样子 bending moment 是 这样 所以你看到呢 有一个concentrate force 作用在这个点上面 这个点的shear force 会有一个突然间的改变 升或是降 可是这个点moment moment是连续的 moment 左右两边的value相同 只是不过它的方向不同而已 它往后走的方向不同而已 所以concentrate loading 不会影响到moment的discontinue 不一样的moment 同样道理 concentrate moment moment 不会影响到shear force discontinue 因为这里 这个点刚好有 concentrate loading 跟concentrate moment 在这里 所以shear force也是discontinue bending moment也是discontinue 如果说 只有concentrate moment 只会影响moment shear force是没有影响的 记得 concentrate loading 会影响 shear force discontinue concentrate moment 会影响moment discontinue concentrate force 对moment来讲 没有discontinue的问题 concentrate moment 对shear force来讲 没有discontinue的问题 刚好这个点不巧 就是 两个都是concentrate 作用的第一点 所以才有 这里discontinue 这里discontinue的问题出现 这个题目呢 整个计算 是比刚刚那个来的复杂 可是原理上都是不太难 那我们拿到这个题目呢 大概第一个 先把我们要算这个量的 所有force都画出来 包含了reaction force 所以要画这个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第一步就是不管3721 先把reaction算出来 reaction算出来 像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点 reaction force 我想你们做过第四章 reaction一定很快可以算得出来 不要算错 算错后面全错 好 后面全错 不要算错 先把reaction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 分段来计算 这段 是有discipline loading 我就把a到c这段算一算 c到d没有loading的 我就c到d分一段 再过来第一道b的分一段 三段分别把它的方程式算出来以后 再组成这样一个 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我再讲一次 这个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不是这个量的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是这个量在承受这个loading的 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这个量承受不同loading 会有不同的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这个只是特定在承受这种loading情况底下 它的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所以千万不要说 这个量的shear force多少 bending moment digger 没有这个定义 应该是这个量在承受 这个loading 它的shear force digger多少 bending moment digger多少 你loading画上去以后 只要一个量 你loading作用上去以后 我才能算出 根据这个loading算得出 这个量在承受 这个loading的shear force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承受不同shear force 你换一个loading 比如说你这个 加上这样一个小loading在这里 在这里 那这个shear force跟bending 当然不是这个形状 当然就不是这个形状 不是量的shear force 是量承受loading的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digger 好 当然看起来这里算得很复杂 对不对 下一节呢 会告诉你们说 loading shear force 跟bending moment 有一些relation 你了解这个relation以后呢 就不用去计算这么复杂的东西 只要凭你这个微分积分的观念 很容易可以画出shear force bending moment digger 不用算 不用算这样方程式的 这样方程式呢 在这里摆给你们好看的 后面我们就没有看到这种方程式了 这个是基本原理 这个基本功你要学会 学会之后的话 再从后面的告诉你们一些 他们loading shear force and bending moment之间的relation 就可以直接画出来 直接画出来 画出来一段关系 这段呢 就留到下一堂再来讲好了 这个大概还有一堂课 这个讲完它就是 好 那为了你们方便你们去预赛 今天就提早一点下课 有没有什么地方要补充说明的 今天讲的部分 好 没有 这预祝你们预赛顺利进入决赛